以及我們資深的大佬 首先接下來我要歡迎我們這一位 是我們的范江瑞理事長 歡迎我們的范理事長 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歡迎 謝謝 謝謝 先做一個民調 聽不懂客家話的請舉手 來 我們現場有沒有聽不懂的 喔 這麼多 那你們很棒喔 謝謝 了不起 了不起 所以我現在必須要用 華語跟客家語共同來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出來自己看 客家採查大戲 剛剛許主委已經講了好多好多 好話 這些年來他推動的過程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我投入客家義名記 今年是第24年 大大小小活動我幾乎都參與 所以我對這個24年來的移民祭典的活動 我很清楚 從開始政府有補助我們移民祭典活動 我就開始投入到現在 這個二十幾年來的進步非常的多 最早我們義名記只有請一尊神 一尊一名爺 就是新武的義名廟 義名廟請了之後 當時我 我不是參 我只是來跟拜對拜 那後來呢 到我投入之後呢 我發現 只有請一尊神 只有新竹縣跟桃園的鄉親來參拜 其他的縣市的客家鄉親出來不多 後來我認為說 義名廟 在台灣有四五十間的分廟 那為什麼不把其他縣市的義名業給請來呢 你只要把這個村莊的義名業請來台北 那這個村莊的鄉親在台北的 他就會出來說 我家鄉的這個義名業請到台北來參拜 來這邊繞進 那我們應該要出來 所以說用這樣的方式來吸引更多的客家鄉親出來 所以我們把台灣逐漸的擴大 從一尊變五尊變七尊變九尊 最多的時候是二十七尊 那所以幾乎把全台灣各個鄉鎮的客家鄉親 有一名廟的那個鄉親就請來台北 同時我們也規定說每一個廟 你要來台北參加的人 你這個廟就要負責一個遊覽車的鄉親 鄉客跟著來到台北來參加 所以這樣子來擴大我們台北的這個鎮 義名紀念的陣容 所以南部也上來 那台北市的各個縣市旅北的鄉親也會出來 所以就這樣子來擴大我們義名紀的這個開始 所以這樣的話呢 讓台北市所有的客家鄉親 通通就會走出來 以前的客家鄉親他不會走出來 都更小更小 都是躲在每個角落裡面沒有走出來 所以義名紀呢 可以帶動我們整個客家鄉親從台北 感覺自己很有尊嚴 感覺自己很有自信 我們客家鄉親有這樣一個U9的文化 有這麼偉大的一個移民員 寶箱匯獨的精神 所以在台灣的開墾過程之中 我們客家人沒有缺席 所以我們是台灣重要的一份子 所以那時候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籌辦這個移民紀念 所以到今天 許主委更進步 超越了以前27尊 所以這一今年是35尊 所以35尊 我們來自台灣各縣市有35座移民廟 所以從今天或明天到後天 一定有更多的鄉親來參與我們移民紀念 那為什麼我們這個移民紀念 會移到這個中正紀念堂來做呢 那麼原來我們是在每一個地方 到處這些地方漂流不定 最後我們客家有一個主題公園 所以在主題公園那邊來承辦 那後來因為主題公園要整修 要整修所以那邊不能辦活動 所以有一年借到這個中正紀念堂來辦 結果借來中正紀念堂辦的時候呢 發現那一次來的這個 所謂來參與的人數呢 超過10萬人士以上 比主題公園多了一倍以上 所以覺得說這個地方實在是太理想 那最後這兩年呢 因為它整修地板 我們沒有辦法 所以今年呢 我們又有機會回來 所以說這個地方來舉辦 可以帶動很多的觀光客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觀光點 有好多好多海外回來的 各國的華僑 各國的外國人來觀光 所以可以到這個地方來看 所以我們今年又回到中正紀念堂 讓這個洪洪辦的 讓整個台北市民知道說 我們在這裡辦移民祭典 也要讓國外回來參加 雙十節國慶的我們的台橋 讓他也有機會回來自己看看 我們自己祖先留下來的 移民祭典的活動 在這個地方在十月份能夠看到 所以說這就是我們辦移民祭典 主要的這個目的是在這裡 所以說藉由移民祭典的活動 來承載我們優質客家文化在都會裡面來發展 讓我們客家文化在都會裡面能夠扎根 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客家人在台北市就不是移民 我們就是他鄉既故鄉 我們就是台北市的主人 所以我們有優質文化在這裡變成都會裡面 一個也是一個多元文化的一種 這就是我們真正的目標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辦移民祭典 一年會比一年更盛大 一年比一年更成功 這就是我們辦移民祭典最大的目的 沒有時間到了我同在講下去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婚藝趕快離開台灣經濟發展 謝謝 謝謝范江理事長 謝謝 范江理事長真的是一個做事的人 這幾年下來都陪伴著我們客家的 一名嘉年華會 在他一手推動輔助之下 一年辦得比一年更好 今年超越了27來到了35 相信未來也會辦得更好 也謝謝再一次謝謝我們幕後的推手 范江理事長給他熱情來掌聲鼓勵 好接下來好戲即將登場 今天為大家 謝謝… 我真想說